收看今天的新闻 哇哇哇 那么我们今天谈的是傅子晴 也是我们一个好朋友的故事 那么我们今天非常的 心情非常的复杂 那么不过我们今天呢 会娓娓道来的跟您说一些故事 首先邀请的是殡葬业者小冬瓜 那么他的爸爸是我们的好朋友 现在只能叫他老冬瓜了 做醒啊 做醒啊 还有一位是媒体工作者王瑞德先生 以及另外一位是胡孝晨先生 还有亲子专家陈美如老师 好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今天呢 其实你有名哦 对 郭献宏 献宏 对 献宏 好 可是就用小冬瓜了 对啊 这样较好记 较好记哦 因为刚刚在后台的时候呢 就有我们上一集的来宾就说 我跟你说哦 你有要做殡葬业吗 他说有了要继续做 这样好 这样好 因为你爸有跟我带人过 说我的事情要处理 后来就你处理 这样就对了 所以呢你光是 负债子丸 负债子丸 我跟你讲光是你爸爸欠下来的这个后事 承诺 承诺要帮人家做的后事 你看他行李可能做不完啊 这个阿伯阿伯 这个叫做生前契约 对对对对 跟你唱不唱就好了 这一定要好好做啊 对啊 你要接啊 一定要接的啊 这是爸爸的心悔 就是这辈子他努力的这些成果 我来讲到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决定要接他的事业 其实前一段时间 我其实还是有自己的服务 不管摄影也好 平面工作也好 那是当爸爸在医院那段时间 他叫我很谨慎 很谨慎 要考虑这个东西 要好好考虑 好说 你爱做不做 你自己的信主 你自己的好啊 酸掉 那我就想 我是真的蛮谨慎的想了很多 那我后来觉得说 爸爸辛苦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来讲的话 从当初我们两个父子 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 今天如果没有爸爸坚持跟努力 我们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所以说 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很自私的觉得说 我今天要做 我今天不做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要对爸爸 也是怎么讲 他努力一辈子的成果 也要好好地珍惜 所以这样问一下 爸爸在走之前 知道你要接吗 知道 你有跟他讲你要接 对 我那时候 你不要再怎么说 你就说一串串串串 没有 不是 那当时我会跟爸爸说 爸爸我要讲 我一定要好好地讲 那是当时啊 那当时差不多 八月中的时候 八月中 八月中你欢迎你的选串串 没有 他发现大概是七月底 七月三十一号 我也是那时候接到通知 那大概八月中的时候 我跟爸爸讲说 我一定要接我好好接 我那时候还拿纸笔 说爸爸 有什么东西在告诉我 对 你是我的资产 对啊 没有 他说 那堵到有什么东西在取消 什么意义 爸爸那时候就说两个月而已 也就说师父临近门 修行在个人 嗯 你爸爸现在就 就 事情做了 爸爸要准备在做生 那你自己就要好好打扁 那一旦你就这样说了 对啊 可是我去医院看到他跟我讲还有两年耶 对啊 那时候医生他也是说 以爸爸的状况 原则上好好治疗原则上大概还有两年的时间 嗯 爸爸那时候也都规划说 我这两年我要怎么样出去走走啊看看啊 把自己的事业心放下来让自己好好的去想 因为他真的辛苦一辈子 他真的没有好好休息过 对啊 你当时发现他身体败啊怎么样败 那个事发你能跟大家说吗 事发的时候我觉得那当时我是7月31号 那当时接到爸爸的电话 他就说 他就说儿子啊 爸爸这次开启了 这次怎么 开启了 身体开启了 开启了 对啊 他就说你等来看爸爸这样 他那时候还是很积极正向在面对他自己的身后 对啊 他那时候就是觉得说 开启了他的事发现什么事情 他是肺肺肺肺来肺现来 对我现在知道就是说 你有发现他的身体败去 还是是疲惹 还是怎样他才去找去检查 意思说 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刚才 那个爸爸那时候有讲说他可能肩膀 这边有点痛 没有办法举起来 年初 年初 今年年初的时候 可是他那时候没有意识到说 他不是去年才開一個心臟嗎 對 他那個時候是心肌梗塞 他去裝那個指甲 對 那時候我們 那時候沒有照出來嗎 沒有 我們後來 我也很納悶啊 我那時候7月3月說 怎麼這麼嚴重 怎麼有可能 對 因為古年那時候 你才做心臟的那個手術 你照說你那時候應該要檢查出來 但是沒有 因為骨頭那邊 它是藏在裡面 我後來 因為我不懂 我問醫生 醫生說怎麼回事 他就說這個東西 如果照一般的X光看不出來 因為他吃得很熱 對 他那個變成說要照那個 核磁共振 要照那個MI 他才看得出來 對 爸爸也是 因為他在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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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年初就這邊痛 對 他那個手就是 舉不太起來 他那時候反應 那時候說 爸爸他要看醫生就哪邊 那些就有Coding就是一個 五時間啊 其實他就是一個 可能因為他有長期的痛風嘛 那關節他都有些問題 他可能就覺得說 也沒有很重視這件事情 他就想說 沒有 對 就是那時候有跟爸爸說 這位就發現 他說他還反應他很痛 對 對 啊 再來呢 後來 後來就是 到7月31號 那時候他有說 痛到真的不行了 他就是 病宗說 有時候坐的時候就不會痛了 他那個已經有點壓迫到神經了 不會痛了 他就想說 這樣睡真的不行 痛到不行 因為我爸爸四哥他 他如果痛他會忍 他不會跟你說 對 他什麼事情又靈下來 啊 後來他 他真的會痛的時候 你會知道事情很嚴重 嗯 你知道他的個性 這位開始痛 嗯 到7月30日 他動不掉了 對 這個中午差不多有7、5月時間 一天晚上這樣讓他痛 對 啊 那一段時候有東西 就是 剛才去公司 他就有看外面 看他的中島 還是什麼 那時候想說 他可能身體會比較疼 想說沒有睡就好 嗯 就是睡比較久 這樣就中島 還會再進去公司這樣 啊 後來我發現不是 他連床上起床 站起來 都沒有問題 站起來 站起來 哎呦 這麼嚴重 可是肺部怎麼會覺得是這邊痛 他那個已經過散了 過散 他到了骨頭 骨頭像他那個肩膀 跟他的那個尾椎 第三肩那邊 這張是什麼時候造的 這時候大概是6月 6月底 今年6月底 今年6月底 還會檢查出來 還會檢查出來 其實當時已經 已經很難過 行坐坐 行柱坐臥都已經會痛 他那個時候可能就是已經有 他有感覺到 可能有點不太對勁 可是他還是把他當作是 可能是 老人病啊 關節啊 什麼 他也是不太去在意 所以7月31那天 我記得他是去馬街嘛 馬街 馬街 他痛到不行去馬街 對 那後來是說 因為龍總那邊的醫療設備 可能比較好 幫他幫你說 就做那個 精密的檢查部分來講 然後比較完整 那才傳到去 去傳到龍總 去做治療 那這張照片是 那當時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爸爸這種忙於工作 包含我自己 可能也有自己的 就是攝影工作 平面設計工作來講 就是 大家都忙自己的工作 已經很久沒有拍照了 沒有說 沒辦法這樣 到底人家在這裡想 那那個時候 我剛好去參加一場告別式 就是爸爸那個成本 就公司承辦的一個告別式 我就幫忙拍照 拍完照的時候 那時候我突然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心血來操 我又說 爸 不然我們在這裡最好 爸不好啊 你如果要跟你們伯 你們伯 你們很開心 對啊 因為有時候 爸爸我們拍一張照片 那當時我也不知道 有什麼 對人家在想說 很久 我們父子倆很久沒有 所以這張是你跟爸爸合拍的 最後一張照 對 病醫檢查出來 說什麼病 就是肺腺癌 肺腺癌的末期 末期就是第四期 第四期 那當時醫生說 是末期的末期 最終的了 就是 可能你如果還沒主力 可能就一個月就回來了 有什麼放射線治療 還是化學治療 有什麼治療 放療無走 那當時就是做放射線 就是抑制它 它那個癌細胞擴散 對嘛 就因為 你 在做年有幾次吧 沒做幾次 因為他那個時候說 醫生說雖然說兩年 但是他說正常 你那個配合的情況 你跟到那個醫師的治療什麼的 但是說爸爸的身體 真的很好 你年輕時有吃毒嘛 雖然說借了十幾年的 中間都沒有 可是他那個身體 其實包含說 他工作上的勞累 各方面 其實他那個身體已經很虛了 那再加上說 其實你也知道說 像比如說 後來治療 你要抑制那個疼痛力 你要打麻痺 你的麻痺 變成說爸爸已經有 你的抗體 抗藥心 變成說沒有效 沒有效 聽說他斷營的時候 又拿大胸去跑 對啊 爸爸那當時 他一直到那邊去便宜 看醫生 包含說 他有時候 比如說 早期他有證如說 腎結石的毛病 他可能上午去醫院 跟醫生說 我把那個 去做那個 把他 證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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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會說 醫生說要做 肛肝炸 斷營 什麼 把他沒有 聽到 他不喜歡住醫院 他敢亂更死 對啊 因為他 工作的事情他放不下 他 他就是很 滿 滿直說的 包含說 他那時候 八月 八月住院的時候 已經 已經在病院 醫生也說 你可能 你又沒辦法 治療 你可能對 你敢有 聽到 他說 還是 他的感受 他大概已經 大限至起到 他有感覺 只是說 他沒有想到 接近 因為他心裡說 好 他 治療還有 半年 到一年 時間 最少 最少 那時候都沒想到 爸爸那時候還叫我在那個 醫院附近 找間小套房 想說 他在病院 檢查做了 他就 就 就不介意 他不喜歡住醫院 他不喜歡醫院的感覺 那是你安慰爸爸 還是爸爸安慰你 我 他當時 這就等會 那時候 我弟弟在哭 就想說 怎麼會這麼年輕 爸爸 爸爸幾年次 51 我怕我一會 就很年輕 你真的 但是他看他怎麼老 這不用回答 不用回答 對啊 我知道他 他後來 可能因為很痛 所以他有發脾氣說 他不要治療 對不對 對啊 已經很痛了 對啊 那個時候我也會勸爸爸 就說 你要乖乖照醫生的配合 吃藥 什麼 可是爸爸那時候已經很 因為 他變成說吃一些藥 他有副作用 胡忍花那個很疼痛 那有時候他 不願 有時候甚至不太願意去 所以盡量吃藥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是他 等於走的前一天 他其實中風了對不對 對 他那個時候他腦部有個大概 3到5公分大的腫瘤 壓迫到 他那個腦幹神經 病中公移留 因為他那個血壓 他後面那兩個禮拜血壓很高 一直都是170 180 在走 他那個血壓很高 很危險耶 一直降不下來 醫生說 如果是這樣肯定就是身體 你身體裡面的器官已經在拍了 衰竭了 對 他已經開始在變化 變成說他的血壓就是一直降不下來 到後來就是 他要離開的前一天 也去 越後越的中風了 打掉了 裡面的那個血管就堵住了 這樣子 他擴散到什麼程度 專心庫 基本上都有 鬧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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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內臟也有 因為你 你那個肺腺一直招臨巴 臨巴就是 血液嘛 全身性 對 對 所以他那個都是擴散到說 基本上全身性能量都有 那他什麼時候給你交代醫院 他差不多 八月初那時候住進醫院 然後差不多檢查做完之後 爸爸那時候就 有一天就 因為他把 他把茶具 他平常泡茶的茶具都 都放在醫院裡面 然後就我們 父子就泡茶 然後他就大概交代說 後續 要是爸爸要是離開了 要怎麼樣幫他處理他 後面的這些事情 他就說他不辦告別事 不辦告別事 然後他要葬在那個金服 金石園 金石園 嗯 然後他 不做 立刻火葬 對 就是 離開之後24小時 火化 不做法師 不做醫事 對 那也不要跟聯合謀通 其實他一開始是 都不要對外公開 也就是不通 那個不通知 都不公共 但是沒辦法 他便宜出來大家都知道 對啊 便宜出來 大家有簡訊 有的 一直卡電話 那你有 爸爸有跟你交代 他走了之後 什麼事情找誰 什麼事情找誰 沒有 他完全想理由 他就講那個大方向 他自己的事情怎麼處理 至於說公司 就是要怎麼 要怎麼處理 他就是交給我 他至少沒有跟你一些名單 是可以脫估的 沒有啦 他沒有特別說這個 瑞德可不可以告訴他 殯葬業有多辛苦 殯葬業很辛苦 其實有一次 他們別的小孩其實被我們嫁過 那有一次我去找當歸 然後那一次當歸跟我一起泡茶 因為他很想泡茶 然後一邊泡茶的時候呢 事實上 他說了什麼 我那時候呢 搬擦 你怎麼不知道